欢迎回来,来关心国际重要讯息 中台洛克星期三在日本中部地区附近登陆 强大的雨势造成大规模淹水并有4人死亡 洛克台风现在正向首都东京曝去 中台洛克斜着强大的雨势 风速达到每小时160公里以上 在河戈山县田边市附近的沿岸登陆 一些地区12小时内的雨量 预期会达到一整个月的平均雨量的走和 日本广播公司NHK电视台报道 台风造成多起淹水及土石流 4人死亡,2人失踪 日本中部地区许多汽车工厂也受到台风影响 暂时关闭,员工被要求带在家里 前一天星期二9月20日 台风带来的超大豪雨已造成中部地区大规模淹水 民谷屋市已经有超过100万居民被告知紧急疏散 市区部分地区被大水淹没 一些地区的搜救人员甚至要用船来协助居民迁移到安全的地方 新唐人记者史考特综合报道